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我们这个部分要介绍的是 布阿松分配 首先我要先介绍一下 什么叫做布阿松分配 布阿松 这个是一个人民 是一个法国人 那么这个分配是这样子的 我们大概给各位同学做一个描述 就是说 假设在某一段的时段之中 平均这是平均的意思 平均发生的次数 我们这个字叫做 要念叫做Landa 这个Landa的话呢 指的是一段时间平均所发生的次数 那它有几个性质 就是说什么性质呢 这一段时间跟另一段时间 中间是完全相独立的 我们不会受到前后影响 那么第二个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说一段时间发生的平均次数 与时间长短成比例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某一个时段 一分钟平均会有三通电话 那么两分钟呢 平均就是六通电话 这是按照时间的长短成比例 这个Landa词的话呢 也会跟着改变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发生的几率趋近于零 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这个几率是趋近零 那么波阿松分配 其实本身来说 它是一个二项分配的一个特殊状况 它也是一种极端的状况 那么我们在后面 陆陆续续跟各位同学介绍 波阿松分配 是一个二项分配的一个极端状况 N趋近无限大 P趋近于零 那么各位同学 在前面我们曾经介绍过 二项分配的问题 二项分配的期望值 我们知道是NP 那么我们告诉各位同学 以波阿松而言 它就是Landa 那么再看它的变异数 二项分配的变异数 是NPQ 那么同学要知道 当P趋近于零的时候 那么Q就是会趋近一 所以本身来说 这个Q会趋近一 所以这个地方 它还是NP 它也是Landa 所以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状况 它的期望值跟变异数 是完全一样的 都是Landa 我们来看看这个 波阿松分配的公式 波阿松分配 其实就是二项分配的极端状况 所以我们把二项分配的 几率分配函数 先写出来 这个就是二项分配的几率分配函数 这是一个组合 CN取X 这是几率 P的X次方 Q的N减X次方 这个地方要注意的是 P加Q是1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将它展开来看 组合这个CN取X 我们可以把它展开 变成了上面是N阶层 下面是X阶层 乘上N减X阶层 这是CN取X展开来之后的样子 那么我们再下一步 我们要从哪里着手 从这里 N阶层跟N减X阶层 上面N阶层是比较大的 所以我们希望怎么做 我们要把它打算要对销 那么对销之后 上面就会变得 像素就没有N阶层了 它就会往下一直到N减X加1为止 那么我们把它对销之后的结果是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X阶层仍然保留着 这两个阶层就销掉了以后 上面剩下减X加1 这个地方总共有X项 这个我们要知道 再下一步 我们着手的部分是在P的部分 因为P趋近于0 然后N趋近无限大 然后Land又等于NP 那么我们要知道 P就可以把它写成什么 N分之Land 而且这个地方的Q呢 Q可以把它写成 1减掉N分之Land 好那么我们现在将这个P 用N分之Land给它带进去 Q用1减掉N分之Land带下去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地方是N分之Land 然后因为有X次方 上下都要X次方 那么我们来想 这里有X项 这个地方也有X项 就相当于是NNNN 一直到有N个X 那么当N很大的时候 这个地方会趋近于1 所以这个其实当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个地方其实两个是一样的 趋近于1 所以这个地方就剩下的是什么 剩下这样 X阶成Land的X次方 1减掉N分之Land 然后再过来的话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N减X 这边把它拆成了两部分 我们把后面这部分 把它拆开来了 那这个是什么呢 这看起来还蛮复杂的 其实不会 我们来回忆一下 什么叫做欧拉数为底的指数函数 1的X次方 它的定义是什么 N趋近无限大 这个我们来看看 这是维积分里面的 欧拉数 这指数的对数函数 指数函数跟对数函数 那一节里面 曾经提到过的 这就是我们的指数函数的定义 那么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 这个跟这个 是不是很像呢 N分之Land 这是N 这两个一样都是N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什么 就是X用负烂打来取代 所以这个地方来说 它是逼近这个数字 而这个呢 因为X的话呢 不是趋近无限大 是N趋近无限大 所以本身来说 N趋近无限大的时候 这是0 这边要是变0的话呢 这边就是1 1的任何次方 它都是1 所以后面可以不用考虑 于是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X阶层 照超 上面是Land的X次方 这边是1的FuLand 那么我们把它写成标准的写法 这是X阶层 1的FuLand Land的X次方 这就是我们的布瓦松分配的 几率分配公式 那么这个公式 计算上来说 有点麻烦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欧拉数 它大约的 这个估计值是 2.71828 这是一个无理数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能够 直接的就是算得非常的精确 但是只能够算出一个近似值而已 那么这个地方 我们证明了一个布瓦松分配的 几率分配函数 我们这个单元 我们介绍的就是布瓦松分配 那么其中的期望值跟变异数 我们要记住 它都是我们的Land值 它的最重要的值就是Land 一段时间平均的发生的次数 那么布瓦松分配 其实就是一个 二项分配的极端现象 那么在后面 我们也会提到说 二项分配的问题 有的时候其实 计算上来说还蛮麻烦的 我们可以用很简单的方法 把它转成一个 布瓦松分配的问题来解决 不停 订阅 最后一项分配的 感谢 您